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频宽记忆体HBM技术,作为即将到来的记忆体内运算处理时代的一种近记忆体运算处理阶段, 得到了三大记忆体制造商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的高度关注。 这三大制造商正在HBM技术的开发上竞相角逐,特别是系通孔、TSV工艺集成和3D HBM DRAM晶片堆叠技术。 根据Tag Insights的报告,HBM是一种具有高频宽和宽通道的3D堆叠DRAM器件, 适合高效能运算HPC高效能绘图处理单元GPU、人工智慧和资料中心应用所需的高能效、高效能、大容量和低延迟记忆体。 Tag Insights预计2025年至2026年即将推出的HBM4和2027年至2028年未来推出的HBM4E器件将拥有48G甚至64G、16Hai和1.6T每秒或更高。 HBM技术的频宽从HBM Gen1的约1Gbps和HBM Gen2的2Gbps,增加到HBM2E的3.6Gbps,再到现在的HBM3的6.4Gbps和HBM3E的9.6Gbps。 对于Gen1和Gen2HBM器件,SK海力士在HBMDRAM晶片堆叠中采用了TCNCF方法,而对于Gen3和Gen4则采用了MRMUF工艺。 SK海力士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多优化,并为Gen5开发了先进的MRMUF以改善散热。 TecInSize预计即将推出的Gen6HBM4可能会结合使用这种技术和新的混合键合技术。 对于热衰减或改善散热的问题,HBM器件采用了TCNCF与MRMUF的解决方案。 TCNCF方法通过在每个晶片堆叠后使用薄模型材料。 MRMUF方法则通过一次加热和连接所有垂直堆叠的晶片来进行互联。 对于更高堆叠的HBM记忆体解决方案,如HBM4E、HBM5及以后的产品, TecInSize认为可能需要混合键和技术等新的技术途径。 为了获得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三星电子已宣布其各部门整体技巧激励OPI的分配情况。 设备解决方案DS部门终于扭亏为盈。 其OPI分配率将从2023年的0%上升至2024年的12%至16%备受关注。 一份报告预测,三星DS部门将在2024年创造约109兆韩元约合743亿美元的收入和约16兆韩元的营业利润。 随着DS部门业绩的提高,OPI分配率预计将上升至12%至16%之间。 相比之下,三星内部其他业务部门的奖金分配比例预计略低于2023年。 OPI是指三星内部因达到或超过年度目标而奖励的员工绩效奖金。 当业务部门超额完成目标时,员工每年可获得一次此奖金,上限为超额利润的20%,最高限额为其年薪的50%。 纵观三星DS部门近年来的表现,半导体行业在2021年下半年面临重大挑战。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DS部门仍然实现了营业利润目标,因此三星在2021年和2022年均获得了最高的OPI。 然而,DS部门在2023年面临约14兆韩元的营业亏损,因此2024年初该年度的OPI为0%. 根据三星的财报电话会议,DS部门第三季度的销售额达到29.27兆韩元,同比增长78%,此外,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达到3.86兆韩元,同比增长7.62%。 在三星电子装置体验DX部门中,行动装置体验MX部门的OPI分配率将在2024年达到最高,从2023年的50%下降到40%至44%。 视觉显示,VD部门的OPI分配率已从2023年的43%降至2024年的22%至27%之间。 三星显示,SDC的OPI分配率将在36%至40%之间。 三星、DS部门已于2024年12月下旬公布了2024年下半年的目标实现激励TAI。 美国部门下属的记忆体部门的TAI分配率将达到200%。 此外,为纪念半导体业务成立50周年,三星决定向DS部门全体员工发放200万韩元的奖金。 三星计划在2025年1月发放奖金时公布具体的OPI比率。 可以看出,韩国三星电子的半导体部门正面临严峻挑战, 特别是记忆体业务之外的晶圆代工业务正处于持续亏损当中, 因此也使得其员工待遇大不如前。 近日,一位曾在台积电工作18年的高层, 在加入三星两年后,日前正式离职。 早在2023年3月,业内就传出, 三星已经聘请曾在台积电工作, 长达18年的前研发副处长林俊成, 担任三星半导体DS部门先进封装业务团队副总裁, 负责先进封装技术开发。 不过,林俊成在三星任职时间近两年就传出离职的消息, 而且该消息林俊成本人也专门证实了。 林俊成为半导体封装专家, 1999年至2017年任职台积电, 统筹申请美国专利达450余项, 林俊成也对台积电3D封装奠定基础很有贡献。 加入台积电前, 林俊成曾任职美国记忆体公司美光科技, 离开台积电后任台湾半导体设备公司天红科技SkyTech执行长, 积累封装设备生产经验。 2023年3月,市场传出三星聘请任职台积电, 长达18年, 且研发副处长林俊成担任半导体部门DS先进封装业务团队副总裁, 负责先进封装开发。 但任职仅两年, 2025年新年开始就传出离职消息, 林俊成、LinkedIn之后证实这件事。 林俊成、LinkedIn表示, 由于两年合约结束, 是在三星电子的最后一天。 很高兴通过应用三星先进封装, 为公司和职业生涯进步做出贡献, 其中包括3DIC和HBM、 16H、IQE、IQR和CPU的混合铜件盒。 这两年是一段愉快而有意义的旅程。 还要感谢三星同事举办的欢送会及许多金牌、 纪念牌和各种纪念礼物, 感受到大家送礼物的温暖体贴。 林俊成加入三星半导体后, 担任研究中心系统封装实验室副总裁, 负责晶片封装研发。 沃尔定律逼近极限后, 封装进步对下代先进晶片至关重要。 三星2022年起大力投资, 组建强大先进封装团队。 林俊成加入正式为了助力三星拓展封装业务。 林俊成在三星期间, 为HBM4G一体的封装技术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星在HBM3E市场份额上落后于竞争对手SK海力士, 因此将重心放在了HBM4上, 希望借此在人工智慧浪潮中占有有力地位, 使得HBM4的成败对三星至关重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生产地, 但在逻辑工艺技术和晶片设计方面, 韩国远远落后于台湾, 而且情况没有好转。 日前有韩国国内的报告指出, 韩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的关键挑战, 包括与国际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扩大, 投资吸引力不足, 无精元厂公司增长乏力, 人才短缺和限制性法规。 研讨会专家强调, 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维持韩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